今天大会主席恒理事长 我们的站内伙伴大会 我们莫方美理中心集团 林总事长 李大会总经理 还有我们各位今天的理堂的 所有的县市所长 还有今天的来参与的各位对宾 各位记者先生女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很高兴 把今天的台湾竞争论坛 跟哇哇媒体集团 举办第二次的幸福城市发展典礼 幸福城市发展典礼 带给我们台湾的竞争力 跟我们核心的价值 那我今天所要讲的 只有感恩跟感谢 我非常感恩我们 共和媒体中心集团 支持我们台湾竞争论坛 做这样的民调 每一次的民调都要花上 一百多万一万六千八百多公元的民调 在这个机会上 如果没有外放会体机场的支援 台湾竞争力量是一个AGO的单位 是没有办法支出这么庞大的开销 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海基会提供今天的场地 让我们这么丰重的一个场地 让我们的班第二阶的 幸福城市班长的典礼的场地 来用此用非常丰重 非常感谢我们海基会 谢谢 那我更要感谢我们KPMG 每次的大型活动 都是站在印务防部的立场 支持我们这个燕京后的一个活动 非常感谢我们胖胖气师 感谢你 接下来 我要再感谢的是我们的 光荣庆教育先生基金委 就是我们黄雁郎总裁 他每年固定支持 我们台湾竞争力论坛 办无事的这种大型的高音论坛 提升台湾竞争力论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我们黄雁郎先生 那今天的场地 来了这么多的贵兵 首先要感谢我们马祖的同乡会 我们陈理事长 带来我们马祖的乡亲 来共襄盛举 感谢你们 谢谢 还有感谢我们蔡贝华 蔡理事长 还有今天带来一大堆 我们的银行工会也来参与 还有各县市长 我们各公务机关 也动员了这一次的 人事来办理 那我们更要感谢的是 我们的县市所长 你们今天的历史 你们接受了这份颁奖 就代表了你们的责任感要很重 因为我们是一个 既被东西地的一个团体 那我们是非常的胜重 那我们应该把这样的一个 颁奖的典礼 跟我们的新闻城市训练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这一届的办下去 所以我跟我们广化媒体集团 艾普罗里大尾总经理 艾普罗里大尾总经理 在商议说 明明这个时段的时候 我们要提前来办 不要等到十一月份 都是在开县议会的时候 请假真的非常困难 这一次本来至少有八位的县市所掌揚 但是因为请假的关系 连第一届的李沃室李县长 他想要过来 他都没有办 能来的县市所 都是经过请假 应该请假应该 应该沟通 感谢你们 真的非常感谢 你们的带来 让我掌声 我要放下一届更大的动力来 如果今天各县市所长 你们对你们的奖项 你们都不重视的话 我第三届 我就放不下去了 我的动力来源就不足了 我相信我们台湾建议会 跟艾普罗媒体集团 所办的这个活动 都跟各县市长收一毛钱 完全是站在公益的一场 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公信力 所以我们台湾建议会 艾普罗媒体集团 所办公这个奖项 是可做公平的 是可以接受讨议的 他具有他的容易感 跟骄傲 所以我今天 彭女士长在这边 你到底有什么例子在这边 有你们两位这样的支持 我相信我一定会再继续走下去 放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甚至到江南远运 都放下去 感谢你们今天的例例 我今天的主轴 第五典礼 只有两个字 两个字 一个是感恩 一个是感恩 一个是感谢 让我们台湾建议会 再继续走下去 感谢你们 谢谢